希望接種者了解疫苗本身是甚麼 以及接種出現可能的副作用 一些所病人大概都明白類似的事情 而我們醫護人員都知道 病人的長期病史、敏感史等等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步驟 就可以請接種者去下一個區域 這裡大家看到全部都在等著打針 他聽完那個講座 沒問題了 就在等著打針 等打針 每一個房間都會有一個註冊護士 就是他們去負責去打針 整個過程 其實他是要拿個身份證出來 他要透過政府電腦系統去登記 跟著他去兌員之後才幫他打針 這裏就是其實一個大腦中心 大家知道尤其是復必泰的疫苗 它是要全程是要-70至80度的冷藏 解凍之後就會運送到這裏 就會在裏面這些雪櫃去保存 保存的日子呢 是可以五天 現在你看到裏面有幾個藥劑師呢 他們做著稀釋的工作 第一個拿出來之後 他就要輕力 輕力無十次 跟著他就要去拿生理鹽水 就會要去稀釋這裏 稀釋完之後再無 蒲完之後稀釋了 接著他就會需要 接著他就會用這些夜五號針頭 最幼的了 就會在這裏面 每一瓶 他會抽五支 接著這些準備好的疫苗 是馬上即時 會由那個接種員 接著他就會拿回到裏面 他就會開始和五個人打 他們這些呢 全部剛剛打完的 這個分了兩個區 這個區就是等15分鐘 這個區是等30分鐘 那就有不同的 為什麼有一區是15分鐘 有一區30分鐘 15分鐘就普通人都要等15分鐘 如果30分鐘呢 可能或者他自己有一些個人的醫學股市 是令到幫他接種那個護士 覺得你不如停多15分鐘 比較安全些 又或者他打完之後覺得 咦 可能這隻手 可能有些少許痛啊 或者是有一些的反應 在這裏看下 看來多15分鐘 這樣就有30分鐘區 除了 就說了 來了 感谢观看